他們可能求方便 都用一些很方便的東西 然後我每次看了都紅髮嘛 因為那東西就是很平 反正我也快配修 因為講解後來也沒差 很多人的文案也不是意思 然後我說靠超爽的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最老王美 帶你表姐 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 然後有一次是 然後這兩次我都扮成了 因為樂高那個是索爾的樂高 我就說索爾的高是海的 不然去扮海拉好了 所以他們這樣也OK 對 我就想說 只拍一張的時候 跟我裡面這樣合照也太無聊了吧 然後迪士尼爬的回想說 他們的電影嘛 那應該OK吧 就覺得他們的人滿好的 都讓我去扮成就是 很瘋狂的角色這樣 還有一次扮成 鬼滅之刃的戀柱 那個廠商人也很好 就他也給過就 就我整天說就很感謝他們 有時候也是真的會沒有啊 也是常常就躺在那邊想說 哇 完蛋了 這要是 但通常如果剛好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跟這件事情真心有關好了 假使以最近的手機鏈來講好了 機場見我男友說 我就 我就開車到機場 然後發現我沒帶手機嘛 我就覺得 哇靠我真的好像一條手機鏈喔 所以就如果剛好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覺得哇很切身之吼 對 所以生活當中發生的事情 就要就是放大去感受去寄 可能我也快退休 我在講些話也覺得沒差 很多人的文案不是自己寫 就是照抄 超爽的耶 經紀人帶寫 我只是照抄 我從來沒有人帶寫 全部都是我自己寫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會有靈魂 他們這樣出來的東西 你就覺得 就看著沒有很想買 我當然希望可以打動人心啦 你說洗淋跟卸妝是不是 洗淋保養 洗淋保養 哇 那就是全部耶 對 那就是 這要講三小時是不是 卸妝我是真的卸的就是 無敵乾淨 對 然後我用了卸妝產品 我也拍過很多次影片 而且我是動用了 對 三種不同技型的卸妝產品 然後你每天講說 啊 你這樣你會不會爛掉 不行 就沒有爛啊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卸妝 可能沒有卸的那麼的乾淨這樣子 然後他們可能求方便 都用一些很方便的東西 然後我每次看了都頭皮發麻 因為那個東西就是很毒 然後我保養到是 一次也沒有沒有太多步驟 就是會 枕頭上的毛巾是一個禮拜換一次啊 然後譬如說去花蓮做那個什麼 沙灘車 然後我在出發之前我就想說 那個沙灘車它有戴安全帽嘛 戴安全帽就是大概有 所以到這邊就很髒 所以我還先想好說 我要把口罩就放到這邊 再扣上它那個扣環 因為我不讓任何 這麼多人碰觸過的東西 碰觸不到我們的臉 我的生活就有很多這種 無微無微的細節這樣 一定會有幾次採肥 如果那東西是國外先上市的話 你就一定先上國外或小紅書 就先看一下大家的評價 盡量去找到那種 會講真話對不對 我就喜歡找專家 然後就算是英文語言文 我也會盡量把它翻譯的看完這樣 但是現在小紅書更方便了 所以很多次直接中文就可以看了 如果那邊OK的話就 喔好 那就下一步就是可以 試著就是放到臉上 喔 再來 那我來觀察那個人皮膚怎麼樣 那影片有沒有略靜看得出來嗎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講比較壞的話 是你看有些人在推薦東西 然後他皮膚怎麼那麼爛啊 如果他皮膚低於我 我就會覺得沒什麼好聽的 對 所以如果他皮膚在水準之上 我就覺得 哇他講不得了 我就會第一關過了再試試看這樣 然後先看一下那個全身份子怎樣 那全身份子怎樣 因為非常難懂 所以就稍微看一下有沒有一些最致命的 如果看到有的話 那就先不要 然後如果真的還行 還算看得懂的話 那就用看這樣 然後不管是台灣還是國外 我覺得大廠牌這件事情還是滿重要的 出的是還比較好找人 那在FG的IG上面 還有更多的生活日常喔